该国差点让中国没了第一艘航母 如今求中国修高铁 中国爽快答应的原因让人意想不到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航母的起步曾受到了多个国家的阻碍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如今我们眼中的小小土耳其 当年差点让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泡汤 而如今却厚着脸皮求中国帮忙修高铁 这两副面孔令人瞠目结舌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 谁都不知道下一幕会如何展开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土耳其 是如何从坑爹变成求助的 而中国又如何应对 在上世纪90年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国家的军事实力也逐渐被提上日程 于是拥有航母的梦想成了千万人的心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瓦良格号这艘半成品航母走进了中国的视野 然而在当时想要将这艘航母顺利带回国 光靠梦想是不够的 更需要面对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土耳其 瓦良格号原名李嘉 是苏联时期的产物 随着苏联的解体 这艘半成品航母成为了乌克兰的遗产 乌克兰自身都陷入了经济危机 根本没有资金完成瓦良格号的建造 结果这艘航母就这样无家可归 躺在船厂里沦为一堆废铁 这时中国看到了机会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乌克兰同意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瓦良格号这个价格可谓是白菜价 毕竟一艘完整的航母 动辄要花费几十亿美元 然而问题在于 要如何将这艘庞然大物运回中国呢 要运回瓦良格号 毕竟之路是通过伊斯坦波尔海峡 而这个狭窄的水道由土耳其控制 为了打消土耳其的疑虑 中国向外宣称要将航母改造成海上赌场 希望以此打消他们的警惕 显然 土耳其人并不买账 他们担心一艘如此庞大的军舰通过海峡 会对伊斯坦波尔的安全造成威胁 于是 土耳其开始以各种理由刁难中国 企图阻止瓦良格号的通行 他们提出了高达一亿美元的通行费 声称这是为了防止航母在海峡发生意外 而可能造成的海峡误工费 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外交努力 同时 土耳其还狮子大开口 附加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条件 比如要求中国每年派十万游客去土耳其旅游 发展他们的旅游业 除此之外 土耳其还要求中国帮助他们发展纺织业 这些蛮横无理的态度 摆明了不把当时的中国看在眼里 面对土耳其的刁难 中国虽然深感愤怒 却仍然选择了忍辱负重 经过反复的艰难谈判 中国始终坚持与土耳其进行沟通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然而 俗话说得好 森林那么大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中国在谈判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希腊主动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表示愿意为中国提供担保 这无疑为中国争取到了更多的筹码 经过漫长的艰难谈判 土耳其最终松口 同意让瓦良格号通过伊斯坦波尔海峡 但条件依旧苛刻 航母必须在白天通过 并且要有土耳其船只全程护航 更离谱的是 土耳其还表示航母运输过程中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中国全责 为了将瓦良格号运回国 中国咬着牙接受了如此严苛的要求 2001年11月1日 瓦良格号终于在世界的瞩目下 成功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一刻不仅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也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一次成功的外交斗争 中国人无不松了一口气 庆祝中国航母梦想的迈出重要一步 虽然这条航母归途的路程比建造过程还要曲折 在乘风破浪后 这艘航母终于在2002年3月3日抵达大连港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中国海军开始了对这艘航母的改造和升级 经过数年的努力 瓦良格号被成功改造为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它的成功服役标志着中国海军的崛起 也象征着中国在海洋战略方面的重大进步 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一次航母的转手 更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逐步成长的见证 土耳其当年对中国的种种刁难 无疑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面对国际合作 绝不能掉以轻心 更要有清晰的战略眼光和应对能力 回顾历史 土耳其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 认为自己可以扮演中东和欧洲之间的桥梁 就在国际事务中如此强势 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 土耳其并未将我们视为合作伙伴 反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百般刁难 蓄意坑害 意图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际局势的变化 让土耳其逐渐意识到 单靠地理位置的优势 已无法维持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 土耳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高通货膨胀 失业率上升 以及外债危机这些问题 不仅令民众生活困苦 也让土耳其政府倍感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终于意识到 想要促进经济复苏 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交通运输网络的现代化 那么在今时今日 哪个国家处在全球基建领先地位呢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随着高铁技术的日益成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铁建设的领军者 甚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积极向其他国家输出高铁技术 土耳其看准这一点 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嘴脸 开始主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厚着脸皮 希望借助中国的技术力量来重振自身经济 此前 土耳其的高铁网络建设计划 已经酝酿多年 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 进展缓慢 面对这样的困境 土耳其领导人开始多次公开表达 与中国在高铁领域合作的愿望 甚至派遣代表团 考察中国的高铁项目 与此同时 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 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决策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 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 在此背景下 土耳其意识到 仅依赖传统的西方伙伴关系 已无法保证自身的发展 因此 转向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 土耳其不仅希望借助经济合作来推动自身发展 还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提升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如今土耳其已正式与中国签署高铁合作协议 希望由中国帮助建设连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高铁 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 而伊斯坦布尔曾是土耳其的前首都 如今是土耳其的最大城市 这条高铁线路打通后 两城只需三小时就能到达 因此 这条高铁线路的建设 不仅能极大提高土耳其的交通效率 还能为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显然 面对土耳其的合作请求 中国尽显大国风范 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回应 同时在合作中保持审慎和清醒 如何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平衡点 既促进经济发展 又维护国家利益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 中国应当明确与土耳其合作的战略目标 高铁项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体现 更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向外展示技术实力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机会 因此 在考虑合作时 我国能够摒弃前嫌 以国家长远利益为导向 确保项目能够在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多方面达到最优 不过 与土耳其的合作 尽管潜力巨大 但也伴随着风险 首先 土耳其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顶着高通货膨胀和外债压力 因此 在合作中 必须仔细评估项目的可行性 确保投资能够得到有效回报 同时 要对土耳其的政治环境进行深入分析 以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变数 当然 面对土耳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地位 中国需要在合作中保持底线 确保不被利用或受到不公平对待 同时 应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和推动项目 确保其在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土耳其的高铁合作 中国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将有助于拉近中东与欧洲的距离 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 为整个区域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不仅能够展示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也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